越野馬拉松,馬快人十分鐘 英國威爾斯一個小鎮每年都搞一次人馬大戰,測試一下人快定馬快 今年的馬拉松有283個獨立跑手,同60隊三人接力組參加 對手就是44隻有人拆棋的馬匹 他們要跑35.4公里,結果最快的匹馬用了2小時7分鐘跑完,比人快10分鐘 馬快的人是意料中時,這項比賽80年開始幾乎每次都是馬贏人 只有兩次爆冷由人勝出,07年這位倫敦跑手就比馬快了接近2分鐘 至於為何會舉行人馬大戰?原來當年有人在酒吧辯論人快還是馬快 結果小鎮就決定搞個真的比賽,還變成傳統 大約二次爆炸 小鎮就決定上廈 五次爆炸 小鎮就決定了 一次爆炸 好多五次爆炸